欢迎委托人谢运良 主持人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谢运良 是 我是湖南城州市 一张旋 一个地地道道的这个农民企业 农民企业家 对对对 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企业家 对对对 现在有几家厂啊 我现在有两个企业 一个企业呢 就是说今年20年了 开始是投资85万块钱 到现在有1.5个亿的 这个固定资产 我们有180多个人 也有100多个 110多个产纪人在那里就业 另外一家企业呢 就是说在要四年 为了言行产业链 就是说在政府的支持下 就到了园区 就建计这个企业 有我女儿在今晚 今天您来到现场 是要写信给谁的 我最想感谢的写信 给我的是我老婆宋游盈 陪着您一路创业 对对 走向成功 对对 你俩结婚多长时间 已经33年了 您认识爱人之前 还是一个农民 对对对对 那时候我这个家庭比较困难 我呢8岁多了 我父母亲 我母亲去世了 加上我爸爸呢 就是说这个多病 过来考一个姐姐 带我长大 那时候已经20多岁了 我就谈了三个女朋友 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嫁给我 因为我家里面太贫寒 后来呢 就是说这个一个叫宋云的 也蛮喜欢我 就是我很勤劳 这个很礼貌的 就是后来呢 他也愿意跟我过一辈子 白手起家 白手起家 零几年以前 我在外面工厂上班 家里都靠他一个人 对 干农活 对 照顾孩子 对 照顾您家人 对对对 太多是我在搞运输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农村 20岁都没有这个公路进去 我来就是说家里面 也没有钱回去 有时候我的车子呀 就是买过路票都没钱 从生活上啊 带孩子呀 就是说要你家当啊 都是他一个人 这些情感自己在人 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特别要感谢一下自己的老婆 对对对 来 我们认识一下您的太太 谢云良的妻子宋友音 就在我的身边 欢迎您 你好 三老师 老谢还是有情有义 他说相三回亲 三个姑娘都没看上他 当时身上是 哪一种特质吸引了你 坦诚诚实 碰见每一位 不管是年龄大大小的 都很有礼貌 打招呼这一块啊 交流的时候啊 总是带着一种自信 阳光的微笑 三十多年前的状态 现在还记得那么清楚 是的 是的 以前搞运输也好 或者做其他的生意也好 说之前呢 很多次啊 都有这个亏本的情况 但是你一直很支持他 是的 农田 农活 家务 都包揽了起来吧 苦吗 那个时候还好吧 那个时候还没生小孩子嘛 是吧 到后来呢 就是说还是有点 吃不消的那种感觉 也有抱怨的时候了 那你那个时候 有没有想过别车腾了 咱们那个 过一点安稳的日子 开工没有回头见嘛 是吧 要么不出去 出去了就是 希望他能在外面干一番事业 还没有结婚之前 谈他的时候 我老爸是极力反对的 他家里多穷啊那会儿 家里面没房子啊 这个家里面有三个兄弟 三个兄弟啊 就挤在一间 很破继的房子里面 当时我就说 没房子没关系 只要家里面的那个田土 是平的 不要上波 不要上岭就行了 很简单的要求 是的 我女儿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是吃了很多苦的啊 她又不在家 我在家里面呢 要跟踪田土嘛 娘家的时候 有没有跟过田土 什么时候该播种了 什么时候该买种子 也搞不清楚 你在娘家是没有种过田的 没有 今天呢 你的丈夫给你写了一封信 感谢你这么多年啊 无怨无悔地照顾这个家 拉着两个孩子 又当爹又当妈 我们一起来听听她 心里都说了什么 好 好 来 结婚这么多年来了啊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要感谢太太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你们更多的故事 刚才您先生特别说了 其实一路走来 您吃了不少的苦 陪着他 三个兄弟挤一间房 当初您嫁给他那会儿 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呢 我们在那里叫土壮屋吧 挖房 就随时就是说 下雨的时候就是漏雨的那种 外面下大雨 家里下小雨 对对对 您一个人照看两个孩子是吧 你一个孩子应该还行 还能忙得过来 再加上一老二 你一个人 这怎么扛下来的呀 我自己的现在想起 我自己也不知道 是怎么扛下来的 两个孩子差多少啊 差一岁三个月 因为孩子经常发个烧 半夜就你一个人 还有老大是吧 你这怎么忙过来 你有很无助的时候吗 有啊 有一天下雨 在他那一晚上 到半夜的时候 不是老二就发烧了吗 我自己是叫我隔壁省省 帮我和我一起 带着小孩子去向卫生院 看病打针 这些事您都知道吗 给您打过电话吗 抱怨过吗 那时候说实在话 一没有手机还没有网络 老二小孩 他是两三岁的时候 一直是生病 给了点把烧给了点把烧 所以这些事情我也 你都没地方发泄 打电话都打不了是吧 打不了 是的 是的 那时候就过年回来一下 对 就是这十多年来 我就是我很愧对他 我很累就 嫁给他的时候 还是住的老家的那个老房子吗 是的 是的 你们三兄弟挤一个屋 然后他嫁到你们家怎么住啊 那家里边 后来就 也和我哥哥就看到这个样子 他自愿搬出去 找到别人 租到一家人家茅房 那时候我们一婚 就是900块钱 900块钱还背一个洗衣机 背一个衣柜 就是这样 做家装啊 做家装 然后就是说把小孩子的 我们也考虑到以后 一个教育我们还是多支持啊 就把它搞到宣称 后来呢 就是我又把它呢 我说去帮我一下 把它也搞到绝对的厂里 住了个破厂房里面 住到现在 还住在厂里边 这样我们还住在厂里 我们主要是现在呢 很担心 一个是生产问题 一个是安全问题 所以我们就怕出这些问题 我们还是跟工人住在一起 比较踏实 后来2013年以后呢 这个鞋慢慢又好了 又好起了 后来呢 我这个支出社会 所以啊 出产关于老人 所以社会我们到现在 我们有一千多万 都是心境支出出去的 他还是一于既往的 他还是支持我 就拿我们自己小时候的感觉 来衡量这些 就我们结婚时 那穷的感觉 那我觉得大姐挺难得的 因为过过苦日子的人 知道挣钱不容易 也知道钱呢 这个宝贵 但是你说 你现在企业做好了以后 拿出一千多万去帮助别人 对 他还是那么无闻的 这样 不心疼啊 不心疼 只要自己 就是说自己生活过好了 那肯定要想想那些 生活过得不好的 是吧 支持 支持他们 大姐很善良 很有爱心啊 您说后来企业里边 接纳了很多这个残疾人士 这个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 我最感谢我的这个一个唐叔 谢志强 2001年我建厂的时候 他看到他厂里面 也有这个三百号残疾人 我看到他挺同心 挺可怜的 后来他吃饭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以后你做好企业了 如果企业做大做强了 还是经常多 为残疾人做的事 你给他们一份工资 我感觉到我小时候 也就是这种味道 所以我发誓 我折承我以后 企业做好了 我一定要好好的 这个带动残疾人就业 这个帮助 社会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接纳了多少人 现在我们两个企业 有一本一书 您的这个企业 是从事什么生产的 就是残疾人在里边 能够胜任工作吗 看你怎么安排 因为我们港前会培训他 哪个地方适合他 我们就帮到哪个地方 工人的工资 健全人跟残疾人 我们都是同工同仇 健全人做同一份工作 对 他和身边的 残疾人 工友 残疾人 都是拿一样的钱 一样的钱 那健全的那些工友们 觉得自己的效率 会更高一些 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呢 这个呢 其实在他效率 并不比残疾人高 我因为是残疾人 还是个宝贝 两岳不温 常为是一行关注新鲜猪 他就像学生一样 他就坚持就说 劳动 我有工资吧 我觉得残障人 是在你们企业大家庭当中 真是宝贝啊 对 您看您说起 他们的时候 就像在夸自己家孩子一样 你俩有为什么事吵过架吗 这个呢也有过 开始我们进了这些残疾人就业 当时我就承诺人家一个学生 我支持你去上初中 当时我的女儿就要到这个 惠州去读 广东去读书 当时呢我就还开个车子 先送别家的小孩 然后送自己的女儿 然后她当时就已经生气了 当然我就跟她讲 别人也没有父母亲 也是我啊 我们应该是帮助我人家 就觉得自己很有幸福 第二个事情呢 我们的企业在06年 这个企业非常艰苦的时候 有时发工资的时候 如果他回去他出面具借 借了再还了啊 那天我呢就是一个相当委书记啊 他说中心小学 你能不能这个捐点钱 把它修复好了 大概十万多个钱 当时他就生气了 你那时候自己还欠外债吗 之前欠外债 最需要用钱 对 最需要钱 需要流动资金的 对 我因为上了一条生产线 又上一条生产线 那时候就经济就给你了 那您这捐钱 那钱哪儿来呢 我原谅钱呢 他说什么呢就是说 他就生我的气了 后来我说这是一座学校 因为当时呢就是说 我说钱赚得回来的 我说靠赚了钱 再去做好事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等好久 我说这个是个学校 我们一点拿出爱心 所以就花了一十二万多 捐了这个学校以后 他就生我的气了 他说现在我们买原创料 没有钱 发工资还要去借 我就给他讲了很多道理 我说这个 这个捐资出学 我们是做好事 其实呢我说实在话 他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从来没有吵过家了 慢慢企业发展好了 就是说这个呢 慢慢慢慢签 社会的钱也不签了 他就更加支持我了 特别是像现在 我转了一座雷星天桥 他也是很举动 很用心用心地支持我 其实这些善的种子 种下的时候 明运之中也就会产生 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所以做了这么多的好事 还是有好报的 对对对 但这其实我也有一个疑问 老谢你看 现在厂子发展得很好 你又是省人大代表 还到北京来受过奖 受到过中央领导的接见 明生出去了以后 会不会有很多人 有需要帮助的 纷纷都去找你 你怎么能够接待得过来 怎么能够管得过来 从16年 我们一张学 我们通过这个 也是好人之城 我们成立了一个好人协会 原来是我一个人做好事 后来我们成立好人协会以后 我去当会长 当会长我现在发展了 4万6千人 因为每个乡 每个村 好人工作站 好人分会 乡镇分会 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 特别是这五年的脱贫贡献 我们是做了不少事 参与社会复兵的好人军团 在国务院复兵办理事 一个人力量有限 对 学不了那么多问题 对 把大家力量发动起来 对了 众人华奖开大传 对对对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 一群人温暖一座城 说回来 还是得感谢妻子的支持和陪伴 对对 她一直往来跑不着家 那时候也没电话 会写信给您吗 很少写信 爸女儿刚刚出生 那个时候也会偶尔写一两封信回来 报平安 她写信的时候 前面称呼您都怎么称呼 称呼她也会说亲爱的吧 她会写亲爱的 那是三十多年前 三十年之后 是不是还是这样称呼的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我看她能不能现改 来 大姐这边 我能看到她写了什么 亲爱的友谊你好 我是个厨人 从来不想你表达自己的感情 与你相伴的三十多年来 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来表达我对你的感情 你和我一起紧紧走过了一些苦日子 坐着农河 带着两个小孩 还要把家里打理得紧紧有条 你紧紧地成为了我事业成功的动力 我从心里佩服你 心疼你 感谢你 敬重你 有你的支持和陪伴 才让我走到了今天 我所取得的所有成就 和所获得的荣誉 都是你和我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现在爱你大了 慢慢地我就可以把企业交给他们去管了 我就想带着你到处走走看看 第一张就是当你梦梦一秋想到来的北京 第二呢就还要到祖国美丽的山山水水 看一看 然后再选起你埋着好点的房子 跟你过上一段幸福的日子 你最爱 最爱你的老公 谢宁良 是不是最后那个落款 这落款是不是先改的呀 我看看 永远 永远爱你的 谢宁良 差不多 差不多 抱一下吧 老夫老亲呢 来来来 真的 真的 老公 我爱你 我爱你 好 来之前我太太还有我一个老婆 她从来没有带任何东西之前的东西 我太太就在长沙在买的时候银牌 哈哈哈哈 这珠项链 对 珠项链 对 珠项链 太太这么些年没带过什么值钱的东西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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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在这里线上也祝她的这个心情健康 你 您这会带吗 不 买的时候我叫她学了一下 学了一下 来吧 这是特别惊喜 太太完全不知道啊 没经验 老谢 戴项链一般绕到背后去 到最后呢 其实相依相伴的 就是身边的那个老伴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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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 最珍重 最幸福的 就是跟老伴在一起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游便大好河山 谢谢 对 谢谢 今天您感谢您太太送来的惊喜 我们也有一个惊喜给您 您企业当中的一位员工代表来到现场了 也特别要感谢您的 带来了鲜花 来 有请 直接送给老板娘 老板娘辛苦了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谢建友 据说您现在不光有自己的事业 有工作 在老谢的企业当中赚钱 也有了自己的小家 是 据说这小家跟那个老板娘 跟你介绍的对象是吧 对 对 对 厂里面有一个女工 她和我打手语 我也学着打手语 就老板娘看着我们横头缘两个人 就和谢总去加房 女房家长也乐意和我交谈 没多久我们就组成了婚礼 厂里盖了房子 我们一住就是将近二十年 就是住厂里的房子 是 有了两个小孩 真的是给很多人送去了快乐 带来了幸福 今天也有一首歌要送给你们 希望用歌声来传递情感 表达祝福 谢谢 tv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栅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栅梁 决理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栅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